克强总理提到的中国工业2025的计划 实际上就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 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个具体的目标 希望我们不单止能够做大众化的产品 我们要更多地向中高端产品去转型 这个要求中国的工业 中国的企业 必须要提高自身的技术能力